防疫肺炎要增加自我抵抗力 透过运动是很好的方法 不过也有民众担心说 如果去健身房运动的话会被传染 业者表示除了酒精消毒之外 也会加强会员实名制登陆 透过空调内外对流保持新鲜空气流通 而会员卡消毒避免接触感染 并且每一个小时要全部把健身器材 及厕所卫浴设备都消毒来降低感染风险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台湾已经出现医院内感染的确诊者 不少民众想要透过运动健身来增强自身的抵抗力 多运动的话可以长肌肉啊 就会比较有舒服感 太容易累不太容易生病 增强的免疫力 但是有民众也会担心去健身房运动会被传染 业者表示场所的防疫措施除了酒精消毒之外 也会加强会员实名制登陆 透过空调内外对流保持新鲜空气的流通 会员卡消毒避免接触感染 并且每一小时全部健身器材 以及厕所未预消毒降低感染的风险 各个方面的话都会有所提升 像帮助您的睡眠 只能这样说我们养殖一个良好的习惯运动 它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好的改善 华林区卫生局再次的提醒 民众应该要做好手部卫生以及咳嗽礼节 就医时请务必告知医师旅游史职业别 接触时是否群聚 以及时诊断通报 记者高雄雄预政采访报道